昭華園林果菜市場有攤販 深夜遭到惡煞雜攤 據瞭解這三名嫌犯的目標 是攤販老闆的兒子 疑似因為被帶去玩賭博電玩 在外面欠下了四十萬的賭債 才會遭討債 白衣男子手持棍棒 對著市場攤販 以著猛雜 櫃子桌椅看得到的東西 都不放過 物品被打得四散一地 現場一片狼藉 同行夥伴還囂張錄影 被砸貪的地點 在彰化園林果菜市場 嫌犯選在七號凌晨十二點多 市場開張前下手警告一位農厚 原來這幫惡煞鎖定的目標 是攤販老闆的兒子 據瞭解他被帶去玩線上博弈 疑似欠下四十萬元賭債 因此爆發糾紛 警方巡線帶回涉案三人 其中包含一名未成年男子 發現共有兩部機車三人涉案 由劉賢持棍棒毀損攤位 林姓少年持手機錄影 唐賢再會把風 援警立即通知三位涉案人到案說明 為了債務糾紛 三名犯嫌成凶雜貪行徑囂張 被警方依毀損罪以送偵辦 為衝動行徑付出代價 記者文匪林峰林博蟲 轉化報導